大家好,我是小红,今天跟大家分享山药不一样的吃法。 做法非常简单,这样做出来的山药饼营养丰富。 十几个饼两个人都不够吃,这里特别建议朋友们多做一些。 因为这个饼真的太好吃了。 准备一根大点的山药,洗干净先刨去外皮。 去皮后切成片,片刻一切的薄一些。 上锅蒸的时候熟得更快。 切好放入盘中,摆放整齐。 放入蒸锅中把它蒸熟。 蒸山药的时间,准备一根葫芦菇去皮。 这里用一半的胡萝卜就够了,先改刀切薄片。 然后再切成细丝。 最后再改刀切成小丁。 切好装入盘中。 准备两把玉米粒。 这里我用了半根玉米,豌豆粒也准备一些。 水开下入锅中焯烫一下。 大约焯烫二到三分钟左右就可以。 用漏勺捞出来,放入盘中备用。 蒸熟的山药能用筷子轻轻戳头就可以。 取出来的山药倒进大碗里面。 再用擀面杖倒成山药泥。 也可以用勺子来压。 像这样就可以,再把前面准备好的配菜加进来。 这里我准备的配菜有点多,我就加里拌紧了。 先加入一勺玉米淀粉,也可以用土豆淀粉。 粉的量一次不要加太多。 先给它搅拌混合均匀。 粉不够,后面再加。 再次加入半勺玉米淀粉。 继续将它搅拌均匀。 最后搅成这样偏软一点的状态就可以。 接着加入适量食盐。 五香粉,最后再加点食用油。 再次将调料搅拌均匀。 戴上一次性手套,再刷点食用油防沾。 用左手揪出一小团,给它拽紧实。 再用另外一只手,轻轻地将它按压成小饼。 这样一个山药饼的生坯就做好了。 盘子上刷点食用油,把做好的山药饼放进来。 热锅倒油,用刷子把油涂抹开来。 然后把做好的山药饼放入锅里烙。 调小火慢慢地烙,用刷子沾点锅底的油,刷在饼的表面。 这样饼的表面水分不会流失。 加油烙五分钟左右底部,成金黄色,给饼翻个面。 到这个山药饼中途,要记得勤快一点翻面。 受热均匀,防止湖底。 最后将饼烙至像这样,凉面金黄就可以起锅了。 同样的步骤,把所有的饼全部烙完。 这样做出来的山药饼软弩鲜香,营养丰富,表面还带有焦香的味道。 大人小孩都爱吃,而且不用油炸吃着,也非常健康。 我这里一共做了十几个,说真的,两个人根本就不够吃。 如果你也喜欢,就收藏起来试试吧。 喜欢我的视频,看完别忘了点赞订阅留言哦。 感谢大家的支持,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